日本香道 乾淨的房間 端正的浮移 含蓄卻濃郁的香氣 悄然瀰漫 香道隨著佛教傳入日本 保留了古代嚴謹有序的禮法 在忙碌的現代社會學習香道 再煩躁的心 也能寧靜下來 日本香道 它是一件衣服 穿在了香木身上 讓不認識香的人 可以從表面的部分 來對它開始產生興趣 它背後是有一些 宗教的思想 我覺得這個是 稱為香道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我就飛到了日本去找 若宗教進行更進階的 課程的學習 香道屬於日本傳統義道 張育東所施成的 全山育流宗派 由京都全永寺長老 以及西濟家族所傳 擁有日本最完整整蜜的 點香方式 修完九個段位的學分 完成鄉民敗壽儀式 張育東成為台灣唯一的 全山育流師範 帶著香氣漂洋海外 我覺得香它其實只是一個美景 我們只是透過品香的這些動作 去了解到它背後的一些思想 陳香它有一股穿透性 是其他香料沒有的 我覺得就是一個 讓人家可以頓時脫離紅塵的感覺 香道的一舉一動 比習慣的生活節奏緩慢許多 正因這樣的靜與慢 幫助人們感受起 微小事物之美 也思考起台灣鄉文化 可以借進之處 我們有入門課程跟進階課程 那入門課程的話 大家就是一起學習理會法 就是如何壓好一個好的香山 就是在火候上面的掌控 那如果有人進度比較快 學習能力特別好 那我們也會提早教她 這種點香方式 香道的塵塵也如氣味一般 無形浸潤著每個人的內心 無論是誰都能在重慶香 品味香的過程中邁下腳步 體驗到一花一世界的美妙境界 讓你觀看 聽音樂 車是非常美的 啟燈